第573集 观青书看到齐景云的郁闷样 心里的那股郁闷之气终于彻底消散了 大家都知道 只要将师爷的后顾之忧给解决了 那么就有了有力证据指证赵启明了 可是想铲除贪官也得有证据 就算他有上方宝剑 也不能随随便便就处置一个朝廷命官的 赵启明的确是掌控了师爷的家小 可是他并没有想到 自己会突然就被云王给抓住 什么都没来得及交代和布置 云王是什么人 那可是当初夺位的热门人选 那是手里掌握过千军万马的人 那是曾经在战场上被称为战神的人 那手段能力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做这种小事 那真的是太大才小用了 用了不到半天的功夫 就将师爷的家小都给带进了县衙 皇爷做事还真是利索 实在是令人佩服 官清书皮笑肉不笑的 十分敷衍地恭问礼句 本王做事一向利索 齐景云似笑非笑地看着官清书 尤其是杀人 官清书毫不畏惧地跟对方对视 王爷竟然威胁朝廷命官吗 官大人可别诬赖本王 本王说的只是实话而已 齐景云笑了 哈哈 战场杀敌 本王永远是最利索的 官清书的嘴角抽了抽 所以下官佩服 周围的侍卫们都自觉地低下头去 掩饰抽出的嘴角 感觉这两位在一起的时候 画风不断地改变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两面性吗 原本在牢房里睡觉的师爷 不知道为什么连夜将自己提出了牢房 看到自己的老妻 看到自己的儿子媳妇孙子的时候 顿时就哭了 老头子 师爷媳妇抹了一把眼泪 那个大人物说了 只要你将该说的都说了 咱们就都没事 还会给儿子安排个活 赚活水钱呢 是啊爹 师爷的儿子也点头 那大人说了 这次县令做的事太过了 皇上不会饶了他的 你不过是个手下 只要你带罪立功 不会死的 师爷看着 还在嗷嗷待哺的小孙子 微微地叹了口气 唉 我知道了 师爷 那可是赵启明的左膀右臂 平时做什么事 基本都是他去联系的 现在他要返水 那赵启明的犯罪证据 可就算是落了实锤了 这个赵启明 不光发了国难财 在前几年 还曾经有过人命案 抢抢了一个姑娘 那姑娘直接撞死了 不过后来 这事情被他给压下了 那姑娘是哪家的 县城东边 李豆腐家的大闺女 不过出事之后 他们一家人在这里 就待不下去了 全走了 那你该知道 他们去哪了吧 这 难不成你觉得这个时候 还有反悔的余地吗 关青叔冷笑一声 还是需要用刑啊 师爷急忙摇头 哎呀 大人息怒呀 这罪民不敢隐瞒 不过就是觉得 事情发生两年了 不知道他们是不是 还在原来那地方呀 将你知道的 全都说出来就好 至于能不能找到 就不是你该操心的了 是 我都说 师爷急忙点头 等将师爷送回牢房 关青叔看向了齐景云 王爷 还得劳烦您出手了 关青叔 你使唤本王上瘾了 齐景云微微地挑眉 是王爷主动于尊降贵的 要做本官的副手 关青叔摊了摊手 那我这个正的 不使唤副手 使唤谁呀 齐景云微愣一下之后 顿时笑了 哈哈 的确是我自己的错 尚敢着让人使唤呀 关青叔 却是一脸的无辜 既然这样 那官大人就放心吧 本王一定将人找到 说着就往外走 不过走了两步 却又停住了 王小姐跑到这里 遭了那么多的罪 可是曾经接受过 人家祖父知遇之恩的某人 却是铁石心肠 唉 也不知道王阁老 会不会后悔 当初收个白眼狼呢 说完 不等关青叔说什么 直接就没了人影 县牙后牙的某个院子里 王可心止住了眼泪 可整个人却显得特别颓废 小姐 宝萍端丽碗粥走了进来 看到王可心的样子 顿时叹了口气 将粥碗放下 走了过去 又唤了一声 小姐 王可心这才回神 小姐你饿了吧 宝萍将稀饭端过来 递给王可心 现在非常时期 只有这个了 我不饿 王可心却摇了摇头 小姐 你看看你现在是什么样子了 宝萍皱起了眉 还有一个世家豪门小姐 还有我的样子吗 都饿了两顿了 再不吃东西 是会晕倒的呀 宝萍 你怎么跟小姐说话呢 宝珠正好进来了 听见宝萍的话 其妄呵斥了一句 赶紧赔罪 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宝萍冷笑了一声 在京城的时候也就罢了 现在千里迢迢的追上来 路上咱们吃了多少苦 可是结果呢 宝珠张了张嘴 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这些话 她其实也想说的 可惜她终究想的太多了 没有宝萍 心思单纯 王可心的脸色难看起来 小姐 多少年了 就算乌一块石头 也该有点热乎气了吧 可是结果呢 那观情书比石头还硬 比冰块还冷 我就不明白了 小姐哪里不好了 论出身 还是论才貌 小姐在京城贵女圈里 也是翘楚呀 哼 可是她又哪里好了 不过是个泥腿子出身而已 论长相 论才貌 多少人都甩她几条街了 宝萍看向王可心 可是小姐 你怎么就放着那么多 门当户队的青年不要 就偏偏看上她了呢 难道你真的准备一辈子 就这么一直追下去吗 王家的尊严 王家的脸面 真的就准备这么丢弃吗 奴婢 说句不好听的 你就算为了她死了 恐怕她也不会有任何感动的 你凭什么教训我 王可心却忽然起身 啪的一巴掌 打在宝萍的脸上 你只是个奴才 宝萍的脸顿时起了一个巴掌印 不过小丫头不敢反抗 反而跪了下去 小姐 宝萍说的都是肺腑之言 如果小姐不愿意听 宝萍但求一死 你 王可心被气得语色了 宝萍 你做什么呀 宝珠吓得急忙也跪了下来 小姐激怒 宝萍不过就是心疼小姐而已 那观情书真的不是良人呀 起码不是自家小姐的良人 宝萍的眼泪就掉了下来 王可心打完了丫头 整个人踉跌一下 眼泪也随着掉了下来 她也扑通一声跪下 搂着两个丫头大哭起来 那是真的憋屈啊 两久 王可心终于止住眼泪 抬手摸了摸宝萍的脸 疼吗 宝萍摇摇头 你们说的对 我也知道 她心里没有我 王可心索性坐在地上 可是 我就是不甘心呢 这么多年 我似乎都习惯了追随着她 等着她停下脚步回过头来 看上我一眼 两个丫头也不好说什么 只觉得更加心疼了 我知道 我给王家丢脸了 我也知道 我贱 也难怪爷爷都放弃我了 小姐 你现在还年轻 可是再等下去 王可心抬手 正好派上用场 宝珠宝萍两个丫头一听 不由对视一眼 都有些不敢置信 小姐 你真的想通了 嗯 王可心点点头 我也会累的 我也追不动了 想起之前 在杨如新跟前 信誓旦旦地说 她要好好的爱 关清书的话 自己都觉得可笑 小姐能想明白最好了 宝萍吸了吸鼻子 咱们帮着救灾吧 已经被王小姐 决定放弃的关清书 此时却在服案写着折子 她需要将视察的情况 报告给皇上知道 还需要统计人数 核算赈灾的款项 齐景云则带着手下 连夜去寻找李豆腐一家 时间过去两年 李家因为被打压 已经离开了百慕县城 不过 好在当初师爷有些于心不忍 偷着给他们一点银子 然后让他们跟着一个货队离开的 调查起来 竟然是杨如新的运输队中的一支 这样就需要一些时间了 第二天 在公审赵启明的时候 还无法彻底定罪 只能等找到李豆腐一家人 再进行诉讼了 百姓们一看 赵县令果真被抓了 也就知道朝廷并不是糊弄他们的 而且 那朝廷来的什么大官王爷的 还说会帮着大家渡过难关 大家也就都放下了心来 此外 县城的粮价 已经恢复到正常的水平了 当然 对于像领钩子村那样的 还是每家都分了一个月的口粮 却要求家家户户出牢力 修建水库 关青书这边忙活得差不多了 齐景云那边也有了消息 当初 他们是跟着杨振礼的运输队南下的 但是 到了长淮州边境的地方就停了下来 就根据这个线索 在长淮州和郊州交接处的一个小村子里 终于找到了李豆腐一家人 李豆腐一家依然在这里做豆腐糊口 一家人原本过得很平淡幸福 可是因为大闺女的美貌 还是成了祸患 他们并不是不想给闺女报仇 可是如何报呢 他们俩无权无事 继续折腾下去 恐怕连日子都保不住的 最后只能选择离开了 如今看着忽然出现的他们面前的人 李豆腐夫妇第一反应就是 有人要来杀他们面口了 允白很是无奈 他长得很像坏人嘛 其余的众侍尾 集体咧嘴 反正不像好人 允白无奈 只能掏出云王的令牌 自保家门 说实话 李豆腐一家并不相信齐景云 虽然他们知道云王 却不相信这个人是真的云王手下的人 最后没办法 允白只能找到当地的县衙帮忙 这才让李豆腐一家相信了 并且愿意跟着回来指证赵启明 于是 半个月之后 再次公审了赵启明 这次加上李豆腐一家的指认 赵启明就被判了一个斩利决 也是为了震慑 观青书直接请出了上方宝剑 斩首了赵启明 还将首级挂在城楼示威 同时下发了告示 但凡敢在大汉期间 与肉百姓 哄抬梁架者 斩利决 虽然耽搁的时间有点长 效果却是相当好的 那些遭灾地方的官员都忍不住收敛了起来 毕竟谁也不想死不是 手段还算雷厉风行 杨如新得到消息之后 微微地点头 看样子 他并没有死读书 说实话 如果他不是那么的道貌岸然 我还挺欣赏他的 顾清衡笑了 只是可惜他对你执念那么深 我这辈子 都不会和他成为朋友的 杨如新不说话了 只能偷偷地扶了一下老腰 他不敢接话 否则惹恼了醋坛子 遭罪的只有自己 只能转移了话题 晓风该到了吧 算着时间差不多了 不过他还小 你真的就放心 让他去收拾这样的烂摊子吗 有观青书打了前站 还有干爹帮扶着 晓风不会太难做 而且他也需要磨砺 杨如新笑了笑 百慕县之前被戴着高 和和一次了 现在又被赵启明和和一次 百姓们估计都心灰意冷了 这个时候需要换一个 真正的好官才行 我对我的弟弟有信心 嗯 可是他需要帮手的 山子 希望 都在他身边 杨如新摸了摸下巴 不过 还需要一个文质帮手 那就叫杨如松去好了 好 嗯 这些年 他表现得很不错 虽然杨如松考上举人 却并没有迷恋官场 而是主动回村到学堂教书 如此看来 性子应该是沉稳下来了 那么将来 怎么也要给他弄个一官半职才好 他自己愿意吗 问问不就知道了 杨如新起身 就往外走去 而此时两人议论的小弟杨如风 已经到达了百慕县了 跟官清书等人碰了面 从这一刻起 他就是百慕县的县令了 小风 官清书看到杨如风有些诧异 你 不是在汉林院吗 什么 大姐觉得 我需要历练 杨如风并没多说 现在大汉 也正是用人的时候 我就毛随自倦地来了 官清书点了点头 有你在 百慕县也就安稳了 我资历不够 还得多多摸索学习呢 官清书的眉头 机不可见地皱了皱 这些年 他跟小风走得近 也是真心帮他 遇到什么事的时候 小风都会找自己询问求教的 可是今天 他说的是自己摸索 而不是找自己求教了 看来 心儿是真的恼了自己 或者说是对自己失望了 官大人 我先去交接了 杨如风看了官清书一眼 转身进了县衙 官清书看着杨如风的背影 微微地叹了口气 他连官大哥都不叫了 一句官大人 将两人的关系 直接定义成上下级了 能怪谁呢 大人 咱们走吧 官清书的长随提醒了一句 官清书回过神来 点了点头 翻身上马 百慕县有了着落 别的县的工作还在进行 他得去检查成果 只是刚走了几步 忽然勒住了马江省 黄小姐呢 这些日子 他刻意忙碌地麻痹自己 结果却将王可欣 望在脑后了 此时要走了 忽然就想起来了 他终于知道 为什么这几天 总感觉不对劲了 因为再也没有人 跟在他身后 唧唧喳喳了 王小姐 走就走了 长安看了官清书一眼 走了 官清书皱起了眉 去哪了 他有直觉 那丫头是不会回京城的 不知道呀 长安摇了头 犹豫了一下 那天门房来送信了 大人只说了个知道了 然后就 官清书皱了眉 忽然想起来 的确是有这么回事 当时 他一直在想 杨如新的话 所以 根本就没再留意 这个消息 之后一直在忙 就给忘了 长安看着官清书 阴沉下来的脸 急忙低下了头去 长安 你赶紧派人去找王小姐 官清书闭了闭眼 不必找到 已经过去十几天了 希望那丫头不会出事 否则他真的是 万死难辞其咎了 原本该走的官清书又回来了 杨如风对此 一点也没觉得诧异 自从他十岁之后 所有的事 大姐和大姐夫 都不会隐瞒他 甚至很多时候都问 如果这事是他的话 会怎么办呢 如果他说对了方法 大姐会鼓励他 如果他说错了 就会给他分析 而且姐夫也会跟他分析 大宣的政权结构 周边各国的情况等等 所以他不是个只会读书的书呆子 而是一个可以说 对什么都很精通的全能者 官清书和王可欣的事 他自然也是知道的 这次 王可欣追着官清书 来了临江府的事 他也是知道的 说实话 他不怎么喜欢官清书的做法 可感情的事 那是个人的事 他也不好插嘴 可是只要牵扯上大姐 那就不可以了 王可欣走的时候 并没有刻意地隐藏行踪 而且也没走得很远 而是跑去收购了一家药房 之前的坐诊大夫 因为脑灾搬走了 掌柜的也准备去别的州府 投奔亲戚了 所以就将药铺直接卖了 灾年的房价正好也便宜 其实还有好多家药铺 都直接关门了 王可欣并未想着赚钱 凡是来看病抓药的 只要是村子里受了灾的 全都是免费 其余人来看病 也是只收个药钱而已 虽然时间不长 可是口碑却一下子就起来了 所以观青书的长虽长安 并没有费太大的力气 就找到了王可欣 本集播送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蜡席山里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